厨房油烟包含多种有害化学物质 这些物质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其中一个主要的怀疑致癌物质是多环芳香厅 PAS 它们是在烹饪过程中 特别是在高温油烟中生成的 PAS被证明与多种癌症 如肺癌、胃癌和食道癌等有关联 油烟中的微粒物质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也是潜在的健康威胁 这些微粒和VOCS可以被吸入 进入呼吸系统并在肺部沉积 引起发炎反应最终可能导致癌症的发展 此外 长期暴露于厨房油烟中可能会对免疫系统和DNA造成损害 增加癌症风险 因此 慢性暴露于厨房油烟可能对健康构成严重风险 特别是厨师和长期处于此环境中的人 适当的通风和使用厨房排气系统或是固炉火自动观 可以帮助减少暴露于有害的厨房油烟中 降低致癌风险 快点启用固炉火自动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